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去寻找巷弄好滋味 让很多人忘不了的是这道 插鼻混 刚才加了很多汤汁进去 然后最后收好的时候是 盛牌底下是完全没有汤的 所以这个非常厉害 老板娘八岁就跟着妈妈学厨艺 炒米粉坚持古早做法 爆香后加入高汤 米粉和配料 焖六分钟才能起锅 这是我们的特色 外面都是清澈澈澈的 炒好的米粉泛着光泽 经验的是已经很难找到的 怀旧香气 猪油炸干的时候会有一个猪油泼的味道 那个猪油泼的那种香味 会附着在米粉条的表面上头 我觉得这是它跟别人很不一样的地方 这锅猪油 是老板娘从妈妈那学来 始终不改的味道 煮这个古早味 有猪油的原料最重要 那没有猪油都是香不起来的 很多客人来这里是说 这是以前小时候的味道 已经找不到 为了这个味道 老板娘每天早上八点半起床 炸三十斤猪油 高汤鸡汤为底 加入胡萝卜 洋葱 熬出蔬菜的甘甜 老板娘没有午休时间 一个人当三个人用 找不到继承者 就怕这好味道 等老板娘做不动了 会跟着消失